沐峰也是笑容满脸的冲着唐山拱了拱手 哈哈你好啊 那小子有什么厉害的 倒是喜欢在女孩子面前逞能 哈哈 沐峰和唐山之间呢 关系非常不错 虽说两狱并没有盟友一说 但彼此间的合作却是不少 前人的姨子啊 前些天呢才突破到灵伦境 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通过呀 唐山有些担心 这唐千儿虽然天赋不错 但如今能够来参加名额争夺战的人 各个都是同辈中的翘楚 想要胜出可并不容易 哈哈 据说呀 这一次还有一个种子名额 这可是这么多年北陵院第一次获得呀 哈哈 千儿是没指望了 就看牧尘那小子有没有本事了 唐山并没有在这个上面多说什么 话音一转 笑着就说 沐峰笑了笑 刚想说话 那不远处却有着不咸不淡的声音传来 种子名额 我柳玉可是预定了的 没给别人留一份啊 沐峰转头看了一眼脸色淡漠的柳晴天 他淡淡的一笑 哼哼 这又不是排队做生意 还讲究个预定 那倒是我说错了 那种子名额 你沐浴 没指望 哼哼 柳晴天看着沐峰就说着 这话呀 说得太满了 到时候收不回来 岂不是没面子吗 哈哈 沐峰笑着 哼 那我们就来看看 谁的面子更不好受 哼哼 那柳晴天冷笑着 双目当中有着森冷之色掠过来 你现在就装吧 哼哼 等到时候你儿子被木柏打得半死的时候 我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一旁的几大狱主 见到沐峰和柳晴天 针锋相对 都没有掺和 他们都是知道的 这沐浴和柳玉 极其不对头 虽说有时候 同样有人看不惯柳玉的霸道 但毕竟柳玉才是北陵境底蕴最强的势力 如果不是必要的话 他们并不想太得罪了 沐峰把目光从柳晴天的身上收回来 现在说这些话显然没什么作用 虽然他知道柳木白的确是有些厉害 但是他儿子难道就是寻常之辈了吗 当北陵场中的喧哗持续了半个时辰以后 终于有一道低沉的钟银声悠悠的响起来 然后传出北陵场 回荡在整座城市当中 钟银声响起 无数道目光 立即看向了北陵场的方向 那里四道身影缓缓的出现 当先者正是那北陵院的萧院长 在其身后 墨师和习师紧随着 而那第四人 则是一名相当陌生的老者 他看上去有些懒洋洋的 即便是目光扫过那九玉之主 也没有半点重视之色 感谢大家今天来捧场啊 都算是老熟人了 多余的话呢 我也不说了 免得惹人烦 萧院长冲着九玉之主的方向一抱拳 笑眯眯的说着 沐风怎么见状 也是急忙抱拳回礼 萧院长在北陵境虽然极为低调 但是并没有任何势力敢小觑他 不提北陵院那中立的超然身份 就算其本身的实力 就算是放眼在九玉之主当中 能够超过他的 恐怕也不超过三个人 当然了 着重介绍一下 这次北陵院名额争夺战的裁判 一切的规则呀 都要他说了算 萧院长冲一旁那位懒洋洋的老者 一拱手 玄机笑着说 诸位 这位呀 就是来自武大院的好先生 这次的争夺战呢 是由他来监督的 来自武大院的 沐风他们听到这话 都是微微的一惊 连忙起身 对那老者拱了拱手 这些从武大院出来的 可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小趣不得呀 沐风能够察觉到 这看上去貌不惊人的老者 实力应该相当的强横 绝对不会弱于他的 那个被称为好先生的老者 只是冲着沐风他们点点头 这态度算不上什么太客气 但那九玉之主都只能甘笑一声 后者那一个武大院的背景 就足以碾压他们 开始吧 好先生冲萧院长点点头 萧院长文言也是笑了笑 然后目光扫视全场 和声在雄魂灵力的包裹下 轰隆隆的响彻在每一个人的耳边 这次名额争夺战 共有十三人 东院五人 西院七人 普通名额 有五个 种子名额一个 十二人 分六场决战 胜者 将会获得普通名额的资格 当然 谁如果还对种子名额有想法 可以再度挑战 最后的胜者 才能得到种子名额 肖院长目光看向东西两院那些学员 有问题吗 没有 那好 将要参加争夺战的学员 上场吧 肖院长的声音刚刚落下 就见到那东西两院方向 顿时传出一些骚动 而后一道道身影闪掠而出 意气风发的 在那无数道羡慕的目光当中 落到了场地之中 穆哥 加油 抢个种子名额 东院这边 苏灵谭青山他们 面色激动的打好着 牧尘 冲他们笑着 挥了挥手 种子名额 哼 就怕你没了资格 在对面 柳木白微微偏着头 目光有些阴冷着 盯着牧尘 轻声的说着 哼 够不够资格 待会试试不就知道了 牧尘微笑着 哼 你也够资格跟柳哥是 哼 在柳木白的身旁 一名少年冷笑着 他正是在北陵之园的时候和牧尘有些冲突的陈通 只不过如今的他似乎也是因为习师的培训突破到了灵伦境 这无疑是让他信心暴涨了很多 面对牧尘的时候也早没了当初的那种忌惮 牧尘只是看了陈通一眼就不再理会 一个刚刚突破到灵伦境的家伙还不值得他重视 而那陈通见牧尘直接无视了他也是恨得咬了咬牙 他心想着如果待会遇见这个家伙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一下 此番争夺战 依旧是老规矩 抽签 顶对手 萧院长大手一挥 便是有着人捧着竹签筒 跑了上去 牧尘他们也是伸出手来 各自从其中抽出一根 在见到他们抽出竹签的时候 那无数道目光都投射过来 这场激烈的争夺战即将展开了 牧尘望着手中的竹签 在那尖面上标写着一个一 然后他便把竹签举了起来 其他人见状也陆续的举起竹签 真是有意思 刚刚还在想着 那陈通 皮笑肉不笑的望着牧尘 然后得意的扬了扬他手中的竹签 那里同样有着一个与牧尘相同的数字 显然 他就是牧尘的对手 牧尘盯着那得意笑起来的陈通 无奈的摇了摇头 这个傻子 陈帆他们咧着嘴 觉得有点惨不忍睹的 冲牧尘笑了起来 他们两个联手都打不过现在的牧尘 这陈通比起他们恐怕还要弱上一些 真不知道这个家伙得有多少 这时候还露出这种笑容来 完蛋了 一旁的莫领脸色苍白的苦笑起来 他扬了扬手中的竹签说 我的对手是刘木白 啊 陈帆 唐千尔他们也是同情的看着莫领 参加这场争夺战的十二个人当中 当属牧尘和刘木白最强 莫领一上来就撞上刘木白 的确是有些早霉的 没事 这种争夺战 虽然胜负关系名额 但是啊 也不是说你输了 就彻底没戏 牧尘拍了拍莫领的肩膀 目光却是对着主台上那位来自五大院的好先生看去 他说 你现在的实力已经达到了五大院的标准 所以你就算是输了 只要你能够表现出你不同的地方 很有可能会获得额外的机会 真的 莫领一正 急忙问着 牧尘点点头说 那当然 该怎么才能打动人 就要你自己琢磨着试试了 莫领感激的点点头 那名额对于他同样的重要 如果这一次失败的话 那么他就再也无法进入五大院了 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北陵场中 再度有钟银声响起来 陈帆 唐切儿他们看了看相互的牵面 然后便缓缓的退了出去 现在这第一场 应该是牧尘和陈通的 随着他们退开 那无数道目光 也是瞬间汇聚向了场中的两道少年的身影 哈哈 没想到 这第一场就是牧尘的 唐山望着场中的两人 笑着说 牧封也是笑着点点头 他自然是看得出来 现在的牧尘也是处于灵伦境初起 他的那位对手虽然与他同级 但这种对手的话 牧尘应该还是能够战胜的 而只要牧尘胜了这一场 那最起码就先获得了五大院的名额了 他就是那个牧尘嘛 在主台上 那一直显得有些懒洋洋的好先生 突然微直了一下身体 眼神有些奇特的 望着场中那运异的少年 一旁的萧院长笑着点点头 看上去 倒是温温和和的少年娃 没想到 却是能做出这些事情来 真是 人不可貌相啊 好先生饶有兴致的盯着牧尘 喃喃的说着 希望这个小家伙 不会让我失望 不然的话 倒是白跑一趟了 一旁的萧院长文言 心里头有些好奇 但又不好多问 只能在心里头揣摩着 这牧尘究竟在灵墓当中 干出了一些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竟然能够让五大院都对他计划着 我说人有时候倒霉起来 真是没道理好讲 在那万众瞩目的场台上 陈通笑眯眯的望着牧尘 刚才他还在想着最好教训一下这家伙 没想到这下一刻 这个机会就直接送上门来了 牧尘有些无奈地望着得意的陈通 忍不住地摇了摇头 这家伙的确有点傻 能不废话了吗 牧尘叹了口气 陈通见到牧尘这副无视的态度 牙又痒痒起来 这家伙 总是这副把人气得怒火攻心的模样 牧尘 这一次 我可不会再让你这么得意了 陈通冷喝一声 雄魂的灵力猛得自己体内抱涌而出 那股强横的程度 看得不少北陵院的学员 都是暗暗炸舌 这家伙 果然也是进入灵伦境了 他脚尖一点 身形也是急掠而出 双掌上灵力抱涌而出 隐约的有着炽热的波动散发出来 火焰碎心掌 陈通静止出现在牧尘的前方 掌心之间火红凝聚 犹如一团炽热无比的火焰 携带着狂暴的进风对着牧尘的胸膛 怒拍而去 牧尘漫不经心的看了他一眼 然后抬起手掌 啪 清脆的声音在场中突然的响彻了起来 那陈通拍出的手掌 仿佛是突然间凝固了一般 他有些愣愣的望着眼前的冲着他无奈一笑的少年 旋即感觉到脸庞上传来了火辣辣的疼 他竟然莫名其妙的挨了一巴掌 这场外也是爆发出一些惊讶的声音 很多人根本就没看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看见陈通那浮现着巴掌印的脸庞 以及那一道清脆的巴掌声 好快的速度啊 唯有这些眼力过人之辈 方才眼神凝重的自语 他们隐约能够见到在那一瞬 那牧尘的出手是如何的迅弱奔雷 我宰了你 虽然没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脸庞上的疼痛 却是让陈通的眼睛有点火红起来 他猙獰的望着牧尘 体内灵力毫无保留的尽数呼啸而出 掌风就犹如火焰横扫 对着牧尘就轰了过去 然而 面对着他这般凶狠的攻势 牧尘却是步伐轻疑 宛如闲庭进步一般 任由那陈通如何疯狂 都是无法沾染到他半丝的衣角 场中的这一幕 显得有些滑稽起来 一人疯狂攻击 一人却是悠闲而动 颇有些狂风暴雨 我自偏周随浪起伏的味道 这个时候 就算是那些寻常人都看出一些差距 似乎眼前的两个人并不是在一个档侧 好玄妙的神法呀 这牧尘不简单呢 一些有实力的人有些惊异的点头 面对着一名灵伦净实力的对手 这样疯狂的攻击却还能如此的惬意轻松 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的 柳木白也是眼神冰冷的望着这一幕 牧尘的速度让他略微的有些意外 拳击唇角一掀 就是要这样才有点意思 不然的话 他岂不是会感觉到很无趣了 哼 你就只会躲吗 九宫无果 那陈通也是恼羞成怒起来 这样每次的攻击打在空处实在是太难受了 牧尘的步伐停顿了下来 黑色的眸子毫无波澜的望着陈通 眼爆灵拳 陈通见到牧尘停步 眼中也是掠过一抹喜色 旋即一步跨出去 体内灵力在此时尽数的涌出来 那拳头上犹如火焰一层层的叠加 然后狠狠的对着牧尘 就轰了过去 既然抓住机会 那就要轻力一击 把这个家伙击溃而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